去年入冬以来 圣衣现象给北加州带来大量的雨雪 让北加州的旱情得到缓解 继区域内的部分水库 以及湖泊的蓄水上升之后 加州内华达山区的太浩湖 更是在昨天达到自然状态下的蓄水满直 在上周末的降雨过后 太浩湖的蓄水达到了自然状态下的满直 并且湖水在达到满直之后 已经开始向附近的小湖泊 以及河流开始补充 这也是2014年以来 太浩湖首次实现湖水蓄满后 有余量补充附近河流 这个消息振奋了太浩湖周围的旅游业者 因为充足的蓄水 将在夏天为太浩湖区带来划船 垂钓等等休闲活动的游客 因为今年的降雪高于往年的平均值 官方预测湖水还会继续上涨 去年强烈的盛音现象 给北加州带来充沛的雨雪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的汉勤 不过在南加州 盛英的降雨并没有给汉勤 带来明显的缓解 也不过在北加州带来充沛的雨水